第1277章 修炼之路 硬昏昏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此时那原本白皙如玉的小手一时变得晶莹提头,看上去就犹如一块万载的悬兵一般。 而在旗上还有这一道道犹如花一般的兵纹铭刻着,他手掌微微握了我,感受着那右手当中涌动的可怕力量,他眼神却是越发的复杂。 真是很熟悉的力量啊。 一声叹息自他身后响起,硬昏昏拼过头,然后便是见到站在身后的黑暗之主。 他望着硬昏昏那晶莹如冰般的小手,苦笑一声,也不知道是该遗憾还是该欣喜。 还好,只是一只手臂变了点。 硬昏昏冲着黑暗之主微微一笑,说道, 黑暗之主走近过来,牵袭玉手握着硬昏昏那如玄冰一般的剔透的小手,一种可怕的寒气顿时顺着掌心传来。 即便是以他的实力,都是感觉到掌心刺痛。 这种力量,一旦松开压制,便是会逐渐地弥漫出来,最后扩散到你的全身,到时候,你就又变得跟以前一样了。 黑暗之主难难道,硬昏昏犹犹豫了一下,说道, 也不用这么担心,说不定就算那股力量恢复,我依然能够保持着心性啊。 黑暗之主脸颊上笑容有些苦涩,她见识过当年硬昏昏在使用那种力量后是什么后果,她的情绪似乎完全被冰冻了,冰冰冷冷,让人看着就觉得有些身体发寒。 她出来后,见到你这样。 黑暗之主看了一眼识相,叹道,硬昏昏那冰蓝的美目,也是盯着识相,脸颊上浮现一抹浅笑,说道, 这个傻子,总想着超越我不过,真当我有这么容易超越呀。 画到最后,她唇角的笑容,一是分不出是苦涩还是什么,原来有时候太出色了,会让人这般的无奈。 黑暗之主也是深有同感地点点头,超越小师妹,这真的很困难,他们八人中兵主是辅祖最晚收的弟子,但成就却是最大的,同时也是辅祖唯一开口说,他或许有资格达到他那一步的人。 超越这种连天才都不及的天大妖孽,谈何容易? 不过希望这家伙能够凝聚神功吧,不然的话,那就真是没有一点机会了。 黑暗之主道 他可以的 黑暗之主见状,只是摇了头,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接下来怎么办? 有着浑厚的声音响起,只见得阎主几人也是进到了此处,然后对着硬欢欢问道。 既然乱魔海联盟成形,想来依靠他们的力量对抗那些异魔不成问题,我们就去找那些家伙吧。 我感觉他们应该是在预谋什么,所以还是将他们找出来为好,他们放纵一抹肆虐,无非是想要打乱我们的视线,并且让我们无暇多顾。 颜主几人文言,皆是点了点头。 另外,这祖宫雀,也挑选一些有潜力的转轮镜强者进来修炼吧。 天地大战再起的话,我们也需要尽可能地提升整体实力。 硬欢欢想了想,微微偏头,说道。 让青潭进礼宫修炼。 那礼宫算是祖宫雀比较重要的地方,虽说不及这十项中能够逆转时间的修炼场,但也远非其他的地方可比。 青潭和林洞是兄妹,他自然是要照顾一些。 走吧,我们也该动身了。 说完这些,硬欢欢也是率先走出。 而在要转角时,他再度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一眼十项,戴着雪白手套的小手轻轻紧握。 林洞,你一定会成功的,我等着你。 当林洞在踏入十项之中时,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天地倒转,斗转星移,淡淡的悬晕之感涌上来。 而当他将这次悬晕驱逐而去时,却是发现眼前已是大变了模样。 出现在林洞前方的是一座古老的祭坛。 祭坛四周有着高颂入云般的石堤,在那石堤的最顶端似乎是有着一道破旧的铺团。 在祭坛的周围则是无尽的虚空,视线看去,仅仅只能见到如墨般的黑暗。 祭坛在这虚空中犹如飘荡的浮游,显得格外的神秘。 林洞走上石堤,然后一步步地登上祭坛,来到那顶部的位置。 那道破旧铺团犹如杂草一般编制,很是不起眼。 但林洞却是在上面,觉察到了一股仿佛驾铃于天地般的残留气息。 那是福祖所留。 林洞面色正重,这天地间从古至今,能够拥有着这般气息的,除了那位福祖大人之外,恐怕真找不出来第二位了。 这里应该是那位福祖大人曾经的修炼场。 要在这里修炼出神功吗? 林洞挠了挠头,感觉有点压力。 虽说如今他的精神力进入了大福宗境,但他确实明白,这一境界与凝聚神功之间究竟有着多么恐怖的差距。 唉,不过再困难也是得完成啊。 林洞抿着嘴,在硬欢欢开启祖宫阙之后,他眼眼地感觉到有一点不对劲。 如果他所料不差的话,这样对他必然是有着某种的损伤,只不过他是故意地在瞒着。 唉,我知道超越你很困难,不过这样就放弃可不是我的性责。 林洞笑着,旋即他便是自那破旧的蒲团上缓缓盘坐而下,双目未必。 心神逐渐地沉入尼湾宫中。 所谓凝聚神功,其实说来很简单,便是将这尼湾宫改造成神功。 只不过这一步从某种角度来看,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已。 尼湾宫乃是天生,而且极为的奇特。 他不似尼湾宫的那般清晰的触及可闻。 尼湾宫一般处于游荡状态,他或许只是一个极为细小的宫点。 但那之中却是蕴含着一个人的精气神。 丹田被迫或许还有活路,可一旦精神力被人抹除,那么就将会成为一具仅有身体没有意识的植物人。 而凝聚神功,就很有可能会造成尼湾宫损伤,从而伤及精气神。 到时候神功未凝聚,其本身就已经变成了植物人。 这种情况古往今来并不在少数,这也是很多精神力达到大幅宗敬的巅峰强者,不敢去触及那一步,因为那一步一般都是九死一生。 不过这种巨异显然无法动摇临栋的决心,世间力量都是伴随着风险。 只是,若人尝试接触的勇气都没有的话,那么在强者的道路上,他也注定无法走远。 更何况,想要去超越兵主。 林栋静静盘坐,心神却是进入了另外的一番天地。 在那里,雷霆凝聚,飓风吹拂,冰雹如雨,犹如洪荒时期的那残酷的形象一般。 这便是林栋的尼湾宫。 他的心神悬浮在这狂暴的尼湾宫中,然后心神微洞间,便是有着精神力凝聚而来,最后化为一道精神体。 那番模样与林栋一般无二。 林栋的精神体打量着这狂暴的尼湾宫,旋迹淡淡一笑。 他能够感觉到这里涌荡的浩瀚精神力。 但想要凝聚神功,显然这些精神力还少了一些凝视以及韧性。 以往他注重原力,精神力的修炼倒是略微有些放松。 如今想要凝聚神功,自然是必须将这一步的修炼补回来。 这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不过所幸的是,现在的他时间还算充裕。 这修炼场中时间比外界缓慢十倍,这里十年,外界仅仅一年。 所以,林栋可以用这些时间来好好将以前所留下的精神力的课程尽数地修炼。 林栋的精神体吐出一寸白气,然后一时盘坐而下。 在其四周,狂暴的雷霆以及飞风不断地呼啸而来,但却始终未曾落到他的身体上。 随着入定,林栋宫之内那浩瀚的精神力突然凝聚成一丝一缕,然后宛如白龙一般钻进林栋的鼻息当中,半晌后再度钻出。 不过,在钻出来的时候,那缕精神力则是变得比先前更为的凝实,亲上淡淡的崴莽闪烁。 伴随着林栋这股吞噬之间,越来越多的精神力源源不断地涌来,最后仿佛一团浓浓的白武,将林栋的身体尽数地包裹。 而林栋则是静静盘坐,身形犹如磐石一般。 想要将这里的所有精神力淬炼一番,显然是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 而林栋也是心知肚明,心中没有丝毫的焦虑。 他彻底地沉下心神,心境通明。 有时候,他甚至会忘记所处的位置,只是惯性般地将精神力吞纳,而后淬炼。 狂暴的泥湾宫内,时间悄然地流逝,那道身影依旧纹丝不动。 他的身体上仿佛布满了尘埃,转眼间已是一年时间过去。